哈喽大家好 我是情维方回导的频道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U系列 那这次呢我买了几件女装 也买了几件男装 不仅会分享上身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我还做了几个搭配 要跟大家分享这些单品怎么搭配 但让我们就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那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件西装 这件西装呢也是我看lookbook的时候 最喜欢的一件 我觉得穿上之后呢是非常有高级感的 然后我上上穿的这件呢是灰色的 它的这个灰呢看起来非常高级的 他们家这次出的灰色 我真的是都非常的喜欢 那这款呢我又买了一件买绿色的 也是他们家今年比较主打的一个颜色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 放在我脸上是有一点泛黄的 我本身是黄衣白接近于白皮 但是我穿这件的时候就往这一比 我就会觉得它让我的肤色看起来更黄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发绿 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亚洲的黄皮 不是非常的友好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这个灰色 或者是黑色的 那这件的长度呢是比以往的西装外套 稍微长一点的 那lookbook的搭配呢是把它就是当做一个成套的西装穿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上面穿西装 下面穿西裤的话 穿起来会比较正实 而且说实话我很少这么穿出门 所以我就只买了这个上衣 那搭配方面呢我是下面搭配了一个宽褶的白褶裙 那这个白褶裙呢穿起来是比较有学院风的 那里面的内搭呢我配的是一个背心 也是它这次的一个新款 那这件背心呢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聊 这件的搭配呢我会把它的扣子系起来 然后中间呢我会配一个腰带 那加了这个腰带之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长款的西装 就在我们小个子女生身上是没有那么的显长了 就会有一个提高腰线的效果 那这身的包包呢选择的是这个绿色的BB的包 因为这个绿色呢是跟这种灰色搭配起来 非常有高体感的 而且呢像这种比较深色的搭配 如果你不配一个亮色的包 会显得整身比较黑漆漆的没有什么亮点 我怕我昨天视频说的不太清楚 我今天给大家补录一下 那这件呢我确实觉得它lookbook拍的挺好看的 我觉得穿上之后呢就也挺有了Mare那个感觉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装发就没有造型的加持 我觉得它穿上之后还挺挑人的 像我现在就完全没有开美颜 是一个非常素颜的状态 穿上之后你看就会把我的肤色显得比较暗沉 是属于比较挑人的那种衣服 就不是说特别百搭 你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一批就能走 我觉得要好好打扮一下 弄得非常精致穿它 才能穿出来它整个衣服的一个感觉 那下面一件呢就是我刚刚用来做内搭的背心 那这个背心呢它是一个这种U型领的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袋子特别的细 然后它后面它袋子也很细 而且呢是有这么一个往里收的一个效果 那这种版型的背心呢穿上之后 就是显得肩颈线条比较好 就是比较显瘦 而且就是在腋下这块不是特别的挤腹乳 那这件呢就可以跟刚刚那件灰色的西装做一个搭配 然后下面呢是搭配了一条牛仔裤 那这么穿的话呢就是属于比较帅气的一个感觉 包包呢选择的还是BV的这个包 因为我觉得像BV家的包跟U系列真的是绝配 因为就很容易能穿出来 就那种比较简约就很极简的一个风格 然后穿上之后呢就是这个效果 那这件背心呢我还买了两个不同的颜色 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这种绿 有点像橄榄绿 因为看官网的时候呢 我就不太确定是这个绿比较好看 这是灰绿 还是这种橄榄绿比较好看 我现在就觉得这几个颜色都还蛮好看的 那我最后呢肯定是留这件 那这两件呢我可能就挑一个比较喜欢的留下 下面一件呢是七分绣的衬衣 也是U系列就比较擅长的这种扩型的衬衣 那这件衬衣呢我也是买了两个不同的颜色 一个是这个灰色 还有一个是绿色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也都是蛮好看的 我觉得买他们家的灰色就一定不会踩泪 那这个绿色呢 我觉得穿上之后还是属于比较显白的那种 那这件呢 我觉得穿上之后是比较圆身子友好的 因为我是属于胸骨比较高 就像很多UV裤的衬衣 穿上之后呢都是比较显胖的 那这件呢我觉得穿上之后就还好 因为它做的比较挺酷 它的面料呢是百分之百的纯棉 就穿上之后特别的舒服 但是呢就它也是挺垂坠 能把它这个版型保持的挺好的 那我下面呢搭配的是一条灰色的裤腿裤 那这身呢就挺适合通勤的 我会选择这种16大包 然后这个包呢就是挺能装的 像什么笔记本电脑啊 都是完全可以装的 那背上之后呢 整身就是完全可以去上包的一身 而且呢看着也是颜色啊 款式都是比较高级的那种类型 那同款衬衣的第二个搭配呢 就是搭配私质的连衣裙 那这身搭配呢我主要是运用了一个 比较不同风格的混搭 像里面的连衣裙呢是属于 比较有女人味的这种丝质连衣裙 是吊带的这种款式 那外面呢我就搭配了一个 简约款式的衬衣 那像这个腰身的话 就要么你就可以把这个 很宽松很随意的放出来 或者呢想显瘦一点的话 就可以打一个结在这边 然后鞋子呢我搭配的是一个马丁靴 也是属于比较帅气的款式 然后包包呢我会选择Celine的box 下面这件呢是针织的短袖 那像这种针织的短袖呢 除了买了这一件之外 还有一件白色的 但是这两件呢是不同的款式 那这件呢是我觉得穿上了之后 非常适合圆身子女孩的 就很圆身子友好 因为它这边呢 它是做了一个这个斜边的开口 而且开口开得非常的带 像胳膊不是非常纤细的体型 穿这种款式的 都会显得非常的瘦 因为你穿上之后呢 就完全看不到你胳膊根 然后就是从你胳膊比较细的地方 直接往下走的 那这件我搭配的是一条直筒的牛仔裤 那这条牛仔裤呢 也是我以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因为它穿上之后呢 就非常的显腿细 而且显得腿非常的直 下面呢还是穿着这个厚底的乐肤鞋 下一件真知的T呢 是白色的 也是一个宽袖的 它是属于袖子比较长 也是比较宽松一点的 我觉得穿上之后呢 也是属于比较显瘦 但我觉得不如刚刚那件就显得 上半身非常的纤细 那这件呢 春秋的时候就可以当做一个打底来穿 因为它是真知的嘛 就有一定厚度 所以穿上之后呢 就既可以打底 而且呢又有一个保暖的效果 这件呢就很适合搭配西裤穿 下面呢是搭配了一条棕色的西裤 还有棕色的loafer 然后包包呢也是棕色的这个牛角包 那这身搭配呢就很适合 你平时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 然后就穿这么一件白色的打底 然后配一条西裤 但这种棕色的黑色的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是属于既简单 但是又有范儿的一个感觉 最后两件呢都是风衣 先说这件黄色的吧 它这个奶油黄 我当时在官网上看到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喜欢 而是这种H型的大衣 中间呢是带一个腰带的 它的长度还真的挺长的 就一直到脚踝 然后我觉得它就是 把腰带系上一下 穿会比较好看 就这么穿 或者呢又不系腰带 把它当做一个那种长的衬衣 然后外面呢 带一个这种比较简单随性的包 我觉得这么穿也是比较好看的 它的厚度呢是很像那种牛仔的风衣 就有一点点厚度 但是跟风衣比呢 我觉得又稍微薄的一点 是属于介于衬衣和风衣中间 这么一个厚度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如果不是这件的话 我这次呢几乎可以实现一个零彩雷 但是这一件呢 它的面料太薄了 但是属于就是 它的座椅应该是一个 防风防雨的小外套 但是它特别特别的薄 就有点透明的感觉了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它双双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的 而且它这边是有一个掐腰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开 你也可以把它这样稍微勒一下 但它的这个位置就很尴尬 就把你整个身材 弄成了一个五五分 我觉得从它的设计 到面料来说 我觉得都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这一件呢 我是不太推荐的 但我觉得它颜色还行 但是质量有点差 这件呢本来是给我老公 就是摄像机后面那个人穿的 但是他不太喜欢这个颜色 他觉得有这么丢丢娘 但我觉得还好 但是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 有点像豆沙色吧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但是我买小了 买的是S 应该买一个medium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女生穿也是OK的 夏天可以当做小外搭的衬衣 也是一个落肩的款式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就可以里面穿一个白T 或者是白色的背心 外面穿这种宽宽大大的衬衣 然后下面配一个西裤 夏天呢可以配一个短裤 觉得是特别休闲好看的 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 这个是给摄影师买的衣服 这个T我非常的推荐 大家可以给男朋友老公买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它有这个棕色蓝色配色的 还有白底上面是红条纹的 我觉得棕色这个挺好看的 然后下面给它搭了一条牛仔裤 也是U系列的 但是裤子买的尺码不太对 有一点点小 我是按平时他穿的尺码买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裤子 有一点偏小 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试穿的视频 也希望这个穿搭的小技巧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让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什么季节能穿 住个小子 这边上还有一个小道 park 就是这边上次打飞好 Aãy上次打托 今天的视频 这是一直在一块